男人对你有想法自然会在这些方面暗示你 你收到了吗 当一个男人非常喜欢你的时候 他会通过很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你知道他对你的真心 并且尽可能的用这份真心来打动你 所以说当男人对你有想法的时候 他就会在很多方面暗示你 比如说以下几种 时不时请你吃饭看电影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当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之后 他就会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个女人 所以就会以各种理由来请你吃饭 或者说看电影 创造跟你在一起独处的机会 其实这就是男人在暗示你 因为他发自内心的喜欢你 所以说就会做出很多能够缓解你们之间关系的事情 在饭桌上或者是在电影面 更能够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所以说当一个男人总是时不时的请你吃饭 看电影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这个男人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了 他做的这一切只是想要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个位置 帮你解决所有出现的一切麻烦 在这个社会上 没有哪个人能够说什么麻烦都不会遇见 因为只要你生活在社会中 那么麻烦就不会停止 而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 处理麻烦的时候肯定都没有男人方便 因此当一个男人总是为了你解决所有麻烦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这个男人已经深深爱上你了 总是以各种理由找你聊天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聊天都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拉近彼此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当一个男人对你有意思的时候 他就会不断的以各种理由找你聊天 借此来暗示你 因此当一个女人遇见这样的男人之后 千万不要总是一味的远离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一中人就在其中 和你之间无话不说 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能够掏心自负的时候 那么这个女人在男人心中一定是占据很大的位置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 当一个男人愿意和你之间无话不谈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这个男人真的爱上你了 他是在暗示对你的喜欢 总而言之当一个男人对你有以上几种暗示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这个男人对你有了一定好感